欢迎来到史上最好狩猎频道 国外一位手工达人 从路边捡回了一段摩托车链条 给他聪明的小脑袋瓜一阵奇思妙想 先这样 再那样 用废旧的摩托车链条制作了一把弓箭 不得不说这位小哥的手艺是真不错 喷上漆后一把金光闪闪的补鱼神器就做好了 小哥拿到户外试了试 弹性十足 话不多说 小哥要抓鱼了 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剑法怎么样 天气炎热 一条鱼浮出水面 被小哥发现 拉弓射箭 正中鱼儿身 小哥一个恶狗扑尸扎进水里 找了半天才找到那条鱼 原来是中线的鱼儿拖着弓箭游走的 差点丢失一根剑 为什么不用鱼线绑在箭上 画面一转 又有一条不幸的鱼被小哥发现 一箭送走 小哥成功收获两条大鱼 不于继续 在小哥正前方 一条鱼刚刚浮出水面 被小哥精准射中 不过这条鱼还是挣脱了箭水游走了 不过小哥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 反而将目标转移到其他鱼身上 一条鱼似乎发现危险 正往深水游 小哥果断一箭射出 直接打架 大家觉得这小哥的发明怎么样 我们看看就得了 千万别模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